三季进入最后的改端 很多孝孙人都利用 恰对扫鸡的公式 来尽出时间 跟民众的支持 不过国民党的立位孝孙人 马文君 也是坚持要安排时间 用驾路的方式 一口一口来压手拜票 看到马文君的来到 不像民众 从这大声化支持以外 没有人民实质接来的环境 不仅浪压所住的困境 以马马文君 在当三年任之后 可以这件为农兵兵求 来解决问题 冠议会副议长 叛一转清新春 要订阅理事长 总监司 以及当委定民代表 都背当马文君 在保理贾的NLU票 一口一口向宣民 拜托顺求支持 谢谢啊 一定支持啊 我们希望可以进入 在选计 拜托的过程当中 实际是说平时 在跟我们这些地方接受的当中 都可以更深入 了解大家的诉求 还是说他们的困难 我们希望说中央可以有更正确的政策 特别是说更多的主管 来做对的工作 很多叛民 日前表达支持 马文君虽然没有中央级的政治人物 站台做选 但过去 服务的结合 绝对到很多地方人所的困难和支持 主婦来跟我们的参民 做困难和拜托 他在中间 这一二十年来 不要离去保理 不要离去南岛关 所以我们大家都 所有的 我们这些民意代表 地困的这些里长 这些都全力 来支持马文君继续来连任 我要说大家共同来支持 让这位继续来 为我们保理 为我们南岛关来打拼 可以说这几年来 中间看好我们马力委员的 用心和认真 可以让我们来支持 大家共同来打拼 甚至他们出口 政府还给我们保证 一路拜票来到参政 也有農民直接欢迎 目前農業所做的困境 工人不好请 然后现在物价又高 现在东西也消不太出去 你要靠农民自己很难 还是需要靠就是 政府啊 或者是农业单位来帮忙 人力的不足 种种问题 还有产销的问题 都是我们政府 刻不容缓 应该来帮我们农民 解决的这个一个大问题 我们过去 我们台湾的农业非常好 但是有很多包括 我们的 游民 南岛这些国家 都一直聚起来 所以我们到时候 也会取代 我想这也是我们 一个很大的警讯 反过我们台湾 现在这部分 其实就差很多 所以就可能 有做成很大的障碍 所以我们也持续来 整处来欢迎 民对民族求选民的支持 也了解到民众心声 也问君共调 青少龙要发展政策 政府有很多事情 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如果他可以 顺利当选人 民众和农民 所担当这些问题 他也已经 把努力来替大家解冠 接着 王朝鲜 彩虹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